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营在台湾老年化的社会小军乐火Plus也正在运转当中 也希望大家呢在看到这个YouTube里面的广告稍微有一点点耐心 至少看个30秒 因为30秒之后呢这个广告费用才寄费啊 一点一点的累积都希望呢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制作更好的节目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Real Talk真实对话 为您邀请到有前美国五角大厦的官员Tony胡振东 那么来到我们现场包括了国防院国防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苏博士 在现场当中包括前官方大学陆军学院院长郭将军 郭立生郭将军来到我们现场 我想今天能聊的话题非常非常多 我们先几位跟大家说一个好罗来苏博士好 大家好小军好记得要多看30秒哦 这个苏博士一向是都非常非常支持我们 还包括Tony Tony好小军好大家好 是还有郭将军小军好各位观众好两位好 是我想非常多的话题岸田4月份即将要访美 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报导 美日安保条约呢即将要进行几乎是64年来最大幅度的一个升级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议题 除了美日安保条约之外最近在国际情势当中也呈现 包括了北约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当然岸田文雄如果4月份要访问美国 而且呢你知道4月11号呢 他前往美国的国会进行演说 这一定是国际间的焦点 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说 当然在拜会拜登在这个白宫进行会议同时 他们可能会宣布怎么样对抗中国的重大措施 美国跟日马安保条约呢 这是64年最大规模的一个升级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谈谈未来 未来这整体的情势 今天郭将军尤喜呢在这方面呢 要对我们了解说除了1960年这个签署条约以来最大规模的升级之外呢 其实瑞典在这个月7号已经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之后呢 北约盟军呢海上司令部已经非常快速的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当中告诉大家 从3月19号开始启动北约海军编队 对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整个港口的一个访问 当然是瑞典加入北约之后呢 北约的海军编队第一次啊第一次访问斯德哥尔摩 那除此之外呢 中共解放军呢最近频频呢派出了军机 包括了军舰呢 跟这个空飘气球动不动越过了海峡中线 而且这个次数频繁似乎频率有在增加当中 也多次逼近我们的领空领海地带 那么这都自在在都影响到 我国的国安还有相关的一个 对于我们整个领土的一些威胁 今天苏紫云博士对这个部分 帮我们进一步去解析为什么呢 领空领海地带严重影响我们国安之外呢 在昨天在昨天的3月26号 有情报显示呢 有卫星呢在最近呈现什么情形 卫星呢最近在中国的内部当中捕捉到一个画面 他们中国内部捕捉的画面 令各界开始讨论 这是有一个地方疑似 有共军训练用的炸射训练场 经过这个地图相关的分析之后 这个靶场呢有高级率是以台北市的博爱特区 为原型的一个建造 也就是说这算是我们 既应该是2022年对不对 2022年当时曾经有苏澳的军港之后 再次有递景啊 变成变成是共军练靶的一个画面了 好相关的新闻我们一一为您解析 三位我们先来看好不好 我们先从我想应该是从美日安保条约升级之后 包括了日本跟北约之间 未来会呈现什么的互动 最近请示范来郭将军你先来好吗 我想美日之间的安全架构 可以说是在西太平洋 甚至于整个亚洲是一个非常典型 而且非常历史悠久 而且到目前为止它运作 是非常顺利的一个架构 那虽然美韩在朝鲜半岛也有类似的安全架构 但是别忘了 朝鲜半岛还有联合国监督 南北韩停火的机制存在 那所以说这个美日安保条约 它的特殊性还有与时俱进 这是不在话下 那我们再看另一方面来讲 日本从二战以后 其实它一直还是在积极在国际社会上 希望发挥它的影响力 只不过是从以前的这个军国主义 到现在它目前在文化 商务 贸易 经济 科技上 我想它都 一直希望能够持续发挥它的影响力 那 日本在这些领域的跟它友好的国家当中 我们如果把它归纳或是把它这个聚焦的话 你可以发现有一个集团会成型 那几乎就是北约盟国 虽然日本跟北约一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 好像看起来 两者之间好像没有太大关联 但我想我们从这边切入 五年前我曾经有信到 意大利罗马的北约防卫学院将冠班受训 你知道吗 整个亚洲 这两个国家受邀 一个是我 还有一个是日本 当时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少将 目前已经是海上自卫队一个非常高阶的一个将 那我们就一起参加北约防卫学院的将冠班 那我们再看看从俄乌战争到现在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是不是也给日本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始终从当年的日俄战争到现在 日本跟俄罗斯之间事实上一直都有安全的顾虑 安全问题存在 那如果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过去我们常认为说 日本面临安全的威胁 来自第一个就是对岸的中国大陆 第二个就是朝鲜半岛的北韩 那从俄乌战争一直到现在 我们可以发现尤其北韩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 前几天甚至有这个非常具体的市政发现 攻击乌克兰这些城市的飞弹是由北海做提供的 那加上金正恩 也跟这个普丁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是不是日本呢 未来也会可能面临的俄罗斯 他为了声援北韩或是加大他在远东影响力 所以跟日本产生了安全上的一个冲突等等 那如果是这样的前提之下 除了依据安保条约 因为美国因为他是日本的传统盟国 可以提供他的安全上的协助之外 那区域内还有其他的国家或是组织 可以提供日本一个非常具体而有帮助的一个援助的话 我看北约盟国北约组织应该他的可能性很高 那过去我们一直听到说北约一直想在日本设置这个联络处 那大概到去年中因为法国的反对 因为我们知道北约他是一个共识角 所有重大的议题包含入会 都要所有会员国都全部投票同意 所以只要有一个会员国 他有不同意见的话 那就要再进入协商 一直到大家产生共识 所以去年应该是法国考量到他在 中国大陆上的一些利益 所以他就释放出他不支持这方面的这些措施 所以原本已经现在悬上就叫停到现在 但就我个人来看 有没有设这个北约的联络处 在目前来看影响并不会太大 因为就这个功能性而言 其实在丹麦驻日本的大使馆里面已经有一位 他就是负责北约跟日本联系的 那他就是放在丹麦大使馆 驻日大使馆里面 所以说日本跟北约之间的联系管道已经存在了 而且目前我们看不到有不顺畅的 只是说如果再加上 未来如果真的成立了联络处的话 那有一些北约盟国到日本来参加演训也好 参加相关的活动也好 那就能够更顺畅 能够更有力的来推动 但是这有没有这个负面的考量呢 我们再看看 北约要接纳一个会员国的话 他会员国要有四个条件 这之前我们在节目也曾经讲过 第一个当然 这个会员国必须是民主政权 民主政体文人领军 日本他符合 第二个他使用的装备呢 他必须要能够跟北约的会员国一起互通相容 那日本跟美国盟国这么久了 所以这也不是问题 第三个第四个那问题就很大 第三个是他不能跟邻国啊 有这个领土纠纷 那再来就是 最后就是 他国内不可以有外国的驻军 所以如果未来日本 他的目标是要加入北约的话 那这其中 跟外国领土纠纷 我们知道俄罗斯跟日本在北方四岛 一直有这个主权的议题 那会不会这时候又让俄罗斯捡到枪 等等 我们也很难说 所以因此我们从旁观察 北约在强化跟日本之间的交流也好 合作也好 甚至于设置联络处也好 其实日本政坛上没有太大的回响 甚至于日本一般的大众呢 也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许多人还没有太多的意见等等 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持续的观察 尤其是北约还有其他会员国 像法国英国德国等等 他们跟日本之间 实际的军事交流已经越来越密切了 所以我们值得 我们还可以持续去观察 这个议题后续的发展 所以如果郭将军帮我们带出 这个国际最新的局势氛围 同时美日安保条约 从1960年签署到现在最大规模的升级 看起来不只是要因应中国的军事的恫吓跟挑战 好像日本的考量不是如此 过去我们在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我们现在可能议题要稍微去假设一下 当日本有事 当美国的军事地利在日本被轰炸被攻击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美国的战略是什么 而日本的考量在哪里 跟北约之间又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尤其是欧中 所以欧盟 包括这些北约组织 在必要时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彤雷你怎么看 彤雷你讲的对 最近欧洲几个国家 北约的国家 越来越注意亚洲的安全 像 今年德国法国和西班牙会派他们的飞机去日本演习 20架飞机空中加油机 音速机和每个国家都会送大概八架战斗机去日本演习 这都是代表欧洲几个国家 北约几个国家对欧洲 对日本的安全的注意性 那当然如果中共打日本的话 美国一定会参战 那所以美国也把在日本的指挥官 US forces Japan 就是地区指挥官的阶级升高了 那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美国打战通常都会送一个联合特遣部队 是 联合特遣部队 Jone Task Force 那通常如果有Jone Task Force的话 他这个作战指挥部都会往前走 在中东的时候 我们再把作战指挥部放在卡塔 那在亚洲如果在这个附近有事情的话 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置指挥部 尤其是台湾 那这个指挥部可能就会在一个指挥舰上面 所以这艘舰现在也是在日本 所以呢到时候万一有事情 最近这附近的演习 这艘指挥舰都会加入 所以日本能够接收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对美国是好 因为美国需要日本能够坑起来更强的 能够参加的议事 那现在当然在亚洲我们在日本的军队和库存是很多 而且要保护台湾的话一定是我们最主要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会碰韩国的军队 因为我们跟韩国有一个了解 就是说即使在其他地上发生事情 我们不会碰那些军队 因为万一北韩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那些军队不会被用到 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话 或日本有事的话 那就靠美军在日本的美军和日本的自卫队的能力 来保护他自己 然后当然如果台湾有事情的话 我想日本也会加入 因为中共不能不攻击日本 美国在日本的基地 所以到时候我想现在已经在很多演习 我们已经一起合作过 然后自卫队对他的角色越来越多 以后我想如果真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的话 的时候日本也可以真的加入 是 稍微跟观众朋友 当Tony在讲我们的角度 我们的立场 我们指的是美国 我只是提醒大家 因为Tony他 长期在美国驻五角大厦的官员 当然他是美国人 他也是道道地在台湾出生 但是他讲美国的部分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长期来 我非常珍惜这位来宾 我们在台湾国际局势 在台湾中美台 包括在国际战略 在地缘政治里头 很少在台湾可以找到一位 这么专业从美国的角度 从美国的角度 对对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 当然了我想请教苏博士 因为拜登跟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极有可能他们会去宣布去重组 在包括驻日美军司令部的一个相关的计划 来加强两国之间 等于协同作战的规划 跟这个演习相关事宜 如果以他们两个公布这个计划 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加强安全关系 然后怎么去因应中国之间的威胁 包括了两国的军队怎么去进行更天衣无缝的合作 跟计划 特别是在台海所爆发战争的一个同时 因为我们看到在升级的安保条约里头赋予 赋予什么 赋予驻日的美军三星中将司令更多的作战 更多的作战权力 而且相信之下 现在司令必须跟这个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去协调行动 那日本当然 日本是美军最大的海外部署地 所以日本的美军的基地总计有五万四千多米的军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情势的氛围 我不知道最新的一个发展 来苏博士帮我们分析好吗 好的 小军我想刚才两位都已经讲很重要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威胁快速增加 所以日本跟美国感受到中共不只是针对台湾 其实从北边的黄海到东海到台海到南海 全都是中共它面对的一个扩张的区域 第二个我们从这一次可能会去修订的美日安保来看的话 很清楚 应该是说60年代到目前64年过去了 会是一个应对新的潜在冷战的一个新的条约 是 在60年代当时他们刚签订的时候 就是安倍的长辈就是当时的首相岸信介 他就在日本的众议院里面就是 确定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属于这个美日安保涵盖的范围里面 因为他们形成了政府的统一见解 意思就是如果中国侵略中华民国的话 日本不能自身事外 他们已经确定 日本人讲话有时候很好玩 他是用间接表达的 他不是直接说yes 他是绕一圈说我们不能自身事外 所以这是60年之后 当时顾首相安倍说 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一个最原始的一个 source 那第二个就是在1969年 就是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森跟日本的首相佐藤龙座 再次确认就是说在这个美日安保条文里面第六条 我们通常称为远东条款 什么叫做Far East 他们再次确认就是说叫菲律宾以北 都是美日安保协防的一个区域 所以在这个菲律宾以北 当然就涵破台湾哦 比如说最近 美国的布林肯国务卿去菲律宾法院跟小马克 是总统在进一步的达成协议 要在台湾很近的巴丹岛这里 他们重新设一个基地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过去64年来 一路脉络下来 即使1979年中华民国跟美国就是解除官方关系 可是日本跟美国还是保留这个第六条的远东条款 那当然现在随着北京这个军事力量快速增加 所以他们要应对这个新的安全情势 所以才说这是64年来 就是整个远东条款 这个安保条约的整个结构都会大坏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前进指挥的概念 也就是在后方8000公里之外的这个夏威夷 他会把这个区块的这个指挥权 整个释放给驻日美军的这个指挥官 来应对这即时的real time 今天我们叫做real talk这个节目 那届时这个美军的指挥官就是real time 可以去指挥他在区域念的美军 协助就是抵挡中国的这一个军事威胁 那再来就是刚才郭将军都讲到 就是跟北约的这个险在关系 对 因为日本这个跟美国安保条约 其实还涉及到日本智慧队法 智慧队法里面规范到就是说 其他国家军队准入 意思就是我准你的武装部队进来 刚才Tony也有讲 就是欧洲的这个战机会开始在加入日本的军演 去年就有了 就是英国的这个就是军机就开始加入这个 就是在日本的军演 所以他就是把这整个就是除了美日之外 还有欧洲潜在的盟友 整个就是整合起来 来应对中共的威胁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讲 为什么说日本这么认真的要去跟美国 讨论这个美日安保的调整 他就要快速反应 因为台湾对日本来讲非常重要 不是说只有这个民主跟自由价值的这种诉求 事实上依照联合国的统计 就是日本有九成二的能源 包括石油天然气都经过台湾周边 是 台湾变成中共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这个海上的运输线随时会被中共截断 包括日本包括韩国 因为韩国有六成五的能源会经过台湾 所以来这个郭将军这边事为补充 如果依照我们看到 我记得 NATO北约组织曾经在2023年 在4月份的时候 向31个会员者去提议 去提议包括了在今年当中呢 他们怎么样在东京去开设这个联络办事处 而且北约成员国的领袖呢 他们在去年的7月11号和12号 在立陶宛的首都进行这个领袖高峰会的同时呢 都曾经提到将继续跟日本政府讨论 在东京怎么去设的半中市 但是最终到后来都遭到了删除 来郭将军这边记者帮我们做补充 北约每一年会有各会员国轮流 举办它所谓的峰会 那这峰会会接至它未来短期跟中期长期 它的一个战略目标 那还是回头来 为什么日本 他会跟北约 会有这种潜在的合作的架构存在 因为第一个 北约的会员国现在到31个 你看瑞典跟芬兰最近加进了 那日本跟这些国家 其实他关系都是很友好的 我目前看不出任何国家跟日本是不友善的 包含7大工业国 20大工业国 都在这些国家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我还补充一下 北约国家的 北约组织一年 他的经费啊 国防的军费 占全世界军费的75% 所以这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军事力量 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配的 所以如果日本可以藉由北约的话 那对它的一个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保障 也是对有野心的一些国家 是一个很大的嚇阻 那另外我在回应 Tony 刚才所讲的 我们就美军的联合作战架构来讲 他们每一次的这个军事任务都是一个联合作战 那为了联合作战 他就必须成立一个联合作战 特前指挥部 那个英文的缩写 叫JTF Joint Tax Force 那如果 这个联合作战的架构呢 是多国的 那前面再加一个C 就是 Combined Joint Tax Force 那为什么日本驻日美军指挥官 要提升为四颗星呢 按照美国他过去的做法 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他希望能够有 较资深的将领来出任的话 借用他的经验跟专长 能够把这一块他们认为 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区域 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指挥 那第二个呢 还可以意涵就是说 因为他过去是三星的中将 Lieutenant General 不是 Vice Admiral 那现在变成四星的话 那意味着将来 这个多国联合特前指挥部 或是这个部队所辖的 比你会更庞大 所以必须要提升到 四星的上将的一个阶层 是 以利跟各盟国之间 或是各多国联军之间 他的指挥管制 还有作战的协调 是 是赋予更多的权利 来这个Tony是不是可以补充 他作战的一个调整 这个JTF 其实已经有 519 我刚才查了一下 不是机密上网上大家看到 去看JTF 519 就叫他的意思是什么 Standing JTF 因为他已经在演习的时候 他有会主管 很多亚洲的演习 就是说 当 美国陆海空军 和 当日本的军队加日 很多演习的时候 就变成 Combined Task Force 那 所以 就像我以前讲过 就是说 美国有很多地方 都已经有战争计划 所以在演习的时候 用这些战争计划来练习 所以呢 现在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练习 这些战争计划 万一 以后 真有事情发生 不管是北韩 或者中国 要侵略 南韩 或台湾的时候 这个JTF 已经练习过了 而且这个指挥官 已经练习过了 然后指挥官下面有管飞的管 管海的管路上的管登陆的 然后像管太空的 特种公载 特种 Special Forces 都已经加进去 有他自己的指挥官 所以这些指挥官 像上面那个指挥官报告 所以呢 这些每次演习都练习一次 然后有外国军队参加 他们也会练习 了解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怎么样通讯 怎么样联络 怎么样了解 他们应该做的动作 都现在很多演习都会 很多国家参加的时候 都会用这种 战争计划做BASIS 做Foundation 就做基础 然后他们就是大家可以练习 所以现在资格弄高一点 是很重要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以后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已经有机会练习过了 而且有机会跟其他的国家 已经一起做过事情了 所以了解各方了解自己的 该做什么事情 是 各位海南美国人朋友 小鸣姐最近跟你分享快山坊金油 因为对我来讲 它帮助非常的大 有时候呢 在小手的空间 包括在办公室或是家中呢 透过来这种金油的空物器 让你瞬间释放所有的压力 包括呢 它可以帮助我这个睡眠障碍的问题 那么这家就是一个 固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创办人呢 李清勇先生跟黄土丘抗力 他们长期的那么厉害的爸爸 他不断地进入森林 然后吸取这个芬多金 觉得非常的舒畅 那舒缓呢 他这个病痛 于是有一天他告诉孩子跟媳妇说 可不可以把森林带回家 于是展开了长期的研发工作 透过了他们有效去运用这种高级快木家具 剩余角料所提炼属于台湾味道的金油 而长期在社会方面 他们呢提倡所谓的减碳 提倡植树 快山坊 他的金油带领台湾进入另外一个 所谓的绿化的世界 以及森林的世界 我使用它让我宛如置如在森林的感觉 所以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我们提供的优惠码 也让观众一起来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